美与封面接近台湾 在上午9点左右 中南部都下起了倾盆大雨 虽然才下了短短半个小时 不过已经造成了彰化花坛 张园路三段 白沙国小附近大烟水 有的汽机车当场强行硬闯 也有人担心车子会抛锚 不敢开过去干脆折返 结果造成现场一度大塞车 因为附近的测沟工程才刚刚完成 没想到这大雨一来就破功 居民大骂说测沟起不了作用 根本是浪费公堂 大雨碰沟 雨箱是用到的 民众开车 雨刷切到最大 眼前还是一片模糊 即便停等红灯也一样 美与封面逼近 加上西南季风引导 迎封面的中南部 在早上9点多下起大雨 其中彰化花坛 张园路 三段白沙国小附近 大雨来得又急又大 测沟来不及宣泄 造成大烟水 大雨一下就是半个小时 烟水深度急稀 马路瞬间变成水路 有的汽机车驾驶 没再怕硬是开了过去 溅起大量水花 而有的人担心抛锚 赶快停下不敢再前进 干脆折返交通一度 大打劫 另一头侧口盖上堆积 不少落叶和垃圾 热心民众手拿木棒 赶快清理积水财 慢慢消退 过去这里每逢大雨避烟 附近住家都垫高 起路阴影 民众也是抱怨连连 没想到最近测沟修建工程 才刚完成 以为可以顺利排水 现在一场大雨破功 接下来梅雨封面还要持续停留 一个礼拜 就怕再发生严重的淹水灾情 居民希望相关单位 可以及早因应 以免大雨酿灾 接下来到梅 找不到